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你帮我抬价 不是胡乱抬价啊 三身一顶天了 再加价就砸手了 恭喜恭喜 玄公山果然财大气粗 这么高的价格我认怂了 五十亿一次 五十亿两次 五十亿三次 成交 你 好 第二次 开云刀 本是虚仙器之中的二品 可惜刀尖刃处有裂痕 使其降级一品 裂痕消失了 这 怎么可能 没错 此刀经过高人整改 现在降级为完美的一品血仙器 威力甚至比昔日还要强悍 大家可以仔细观察 此刀刀尖 再无裂痕 太不可思议了 器具门内高级炼骑士层出不穷 可是数千年来 有人能够改变这把刀 是哪位炼骑士做到这一步的 诶 各位请安 此当我为大家展示一套刀法 或许大家便是会明白 这就顿雾了 真牛啊 哈哈哈哈 妙 脑子领悟刀意 百年未曾得以解惑 今日观此刀法才发现 一直走错了路 多谢 此刀身为虚仙器 我想孰强孰弱 已经不用我来说了 现在 开脉开始 底价二十亿上骨精 五十亿 六 六十亿 七十亿 七十亿 魔无情 你若是家家 我就陪你家 如何 好啊 一百亿 厉害了 这是叫上劲儿了 岂止是叫上劲儿了呀 我看这次 有得拼呢 很好 一百二十亿 无情 我陪你玩 两百亿 好 三百亿 比钱 我玄空山最不缺的就是钱 虚仙弹虚仙器 我玄空山拿定了 无人进驾 那此开云刀 就要属于玄空山了 好 玄空山不愧是三千小石剑的第一霸主 当之无愧 这就是本次拍卖的第三剑宝贝 此剑名为九元仙剑 十级绝品圣器 诶 这不是沐云之前比赛时练制的长剑吗 最后拍卖的居然是这一笔长剑 我还以为又是什么天才帝王 搞什么 绝品圣器再厉害 哪里比得过虚仙器 各位 看好了 虚仙器 不是绝品圣器 是虚仙器 这场剑 剑化成虚仙器了 这 这是怎么办到的 怎么可能 三千小石剑内 虚仙师 没错 此剑是我在练剑之笔时练制的绝品圣器进化而成 货真价实的虚仙器 甚至此剑比开云刀更胜一筹 沐云 别再吊胃口了 开价吧 好 此剑 比价一百亿 一百亿 这 这也太高了吧 好剑 一百亿 值得 剑真是好剑哪 不过 你怎么不叫佳 两百亿 两百五十亿 此剑果然不凡 能够炼制出此剑的人更是不凡 好小子 隐藏的可是够深的 好剑 怎么能够如此价格 我来提提价如何 五百亿 哼 沐云 可以敲锤了吧 五百亿 有人加价吗 唉 既然如此 此九元仙剑属于悬空山 悬空山 真够狠的 各位稍安勿躁 此次三剑宝贝 还有最后一剑 我想 或许大家都比较感兴趣 这第一剑 第二剑 是我来拍卖 第三剑 我沐云是代替那位炼器师拍卖 而第四剑 我则是代替天母河拍卖 爹 你有让沐云代替我们拍卖吗 我以为是你让他帮我们拍卖呢 沐大师 还有什么宝贝 一起拿出来让我们开开眼吧 是啊 是啊 一瓶虚仙气这等稀罕的宝贝都放在前面 那恐怕最后一剑 更加让人惊喜吧 如大家所见 这是七彩天龙的龙鳞 是一位舞者在古龙遗址内得到 交于天宝阁拍卖 我想 关于这七彩天龙的龙鳞 不需要我做多解释了吧 龙鳞不仅仅能够炼丹 还能够炼器 还能够用来布置阵法 简直是全能 而且最重要的是 这是神兽真龙的鳞片 普龙人得见一眼 就三生有幸了呀 玄师兄 当日九片龙鳞全部被沐云夺去 这龙鳞 我定然是沐云拿出 呦 老面孔了 你确定 我亲眼所见 先不要管这些 都买下来 反正这些东西无论如何都是我玄空删的 此片龙鳞拍卖价五百亿上的银金 每次加价不低于十亿 五百三十亿 五百五十亿 徐老头 这次我可是不会让你了 六百亿 我疯了疯了 都拿棺材板出来抢了 六百五十亿 七百亿 七百五十亿 八百亿 一千亿 徐正希 天一 你们二人若是能够出得更高 我便不要这龙鳞了 一千一百亿 一千一百亿 既然无人加价 那此龙鳞就归属于玄空山所有 慕云娜 此次拍卖两千亿上品零金 已经全部交接 四件质宝交于玄空山 此次你可谓是赚得盆满钵满了 宝主 这点钱和天宝阁比起来 恐怕还不能算什么 此次拍卖两千亿零金全部给你 天宝阁不收取一丝手续费 算是我们彼此开始合作的开端 如何 既然如此 那就多谢了 只是这两千亿零金 我需要兑换成一些炼丹 炼器 阵法所有的材料 那就从天宝阁购买 从两千亿里面扣除吧 没问题 一律五折 我会将所有材料 帮你送到落魂岛 今日拍卖结束 接下来两天准备一下天灵地堡 然后离开中天朝回落魂岛 这一路恐怕不会太平 你的意思是 玄空山会对你动手 玄空山敢出手 我就让他们有来无回 世尊 封子鱼和封玉儿两人 我已经送到落魂岛了 落魂岛来了一位客人 说是来帮您的 谁啊 那人自称蛇尊者 哦 此时回去再说 叶秋 你去一趟万镇宗 天丹宗 七举门 叫于三门派长老 此物 龙林就这么送人啊 你可真是大方 我当然不是百送的 天丹宗 天无言跟我回落魂岛 天丹宗必定会派人一路保护 这片龙林吧 算是我请护卫 毕竟天丹宗的护卫 还是拿得出手的 而且七举门的徐正气长老 也与我说了 让徐兆蒙跟随我到落魂岛 算是开始我们血蒙 和七举门的合作 这片龙林也是护卫的报处 至于万镇宗 如此照顾咱们家仙儿 自然是要表示表示美 我的宝贝仙儿 那可比这龙林值钱多了 仙儿这一次可算是开心了呢 一片龙林表达羡意 万镇宗还不疯了 姐姐又在笑话我了 我可不敢笑话仙儿 毕竟你可是这坏蛋的心肝宝贝 今日之事算是结束 拍卖会后便是万镇宗的正道大饼 此次我们宝贝仙儿 可要拿下冠军 可不能丢蓄蒙脸面 你放心吧 第一 非我莫属了 好 回方和为夫说说 为什么这么厉害 好 徒弟 你就不用跟来了 明天中午前别打扰我 沐云 沐云 你这可是将我天宝壳要掏空啊 宝小姐玩笑了 我这些材料对天宝壳来说 久能一毛罢了 你这些材料大多数我倒是有 不过可能需要你等待一段时间了 需要从整个三千小世界内来回运转 没问题 今日可是王新雅的阵法比试 你不去看看 仙儿在正道一途天赋超然 此次比赛 她去别我去还问 还是得提醒你 这次她最终的对手 大概是玄空山的玄无心 玄无心此人 你大概也清楚 你的担心不无道理 不过 万振宗将仙儿当成宝贝 肯定不会让她出事的 说来如此众多的天才地宝 沐盟主恐怕是想要扩张血盟吧 选择七十二岛语为据点 倒是十分明智啊 其实还要多谢宝少主 当日救下沐云 才有现如今的洛魂岛血盟 还算你这家伙有良心 谢就不用了 以后记得血盟的单气 除交给我天宝阁来拍卖就行了 那是自然 老少主 什么事啊 没看到我和沐大师在谈事情吗 事发突然 属下冒犯了 王兴亚小姐在比赛决赛 与玄无心交手受到重创 昏迷不息 恐怕需要你们去看一看 什么 王兴亚新的人呢 王小姐已经是被万真宗的人带回去救治 还请了天丹宗的天衣几位长老 到达万真宗 似乎情况不是很好 该死 万真宗这么多老东西还顾不住我仙儿 玄无心敢伤我仙儿 要你的命 是那玄无心 关键时刻 似乎得以突破 成为灵阵大师 才将王小姐击败 好 很好 玄无心 立刻派人 取出五枚会员护心丹 送到万真宗 少主 那可是五枚会员护心丹 你懂什么 现在立刻去办 附近那边我来见识 是 玄无心 可是玄虹山核心弟子 而且 是下一眼玄虹山天竹的有力竞选人之一 只是他伤了王兴亚 沐云绝不可能忍受了 这下 局势要乱了 开门 开门 你是谁 万振宗宗规 就算是弟子 也要交出身份证明 才能够进入 你算什么东西 你去告诉几个老东西 我叫沐云 哼 我管你什么沐云青云的 没有邀请和宗门出事的证明 你不能进入万振宗 滚一边去 好 那就别怪我无理了 天一长老 如何 抱歉 王小剑身上带有奇怪的毒素 说老夫眼镯 从未见过如此毒素 恐怕是十万大山内的巫族所处 这 这可如何是好 这可如何是好啊 万宗主莫及 老夫虽然没办法 可是恐怕有一个人 会有办法 哦 快说 谁 西亚乃我万振宗千年难遇的天才 谁能救他 老夫亲自去求 沐云 师尊 大事不好了 何事 沐云来了 但是情节之下直接闯山了 快去看看 千万不要让他出事 是 强闯我万振宗九九八十一座大阵 无异于自取灭亡 他没出事 八十一座大阵 现如今被他破了三十一座了 师尊 您快去看看 我担心会被他破完呢 什么 走 沐云 住手 你是谁 我乃万振宗宗主万道夫 这一切都是误会 老夫来关闭大阵 欢迎穆大师 好小子 真的有三十二座大阵被破除了 而且还是在这短短的时间内 仙儿呢 随我来 哼 别着急嘛 玄无心 别这么大火气嘛 我们来万振宗 是来领我开得的奖励的 伤我万振宗弟子 你还敢来要奖励 我为什么不敢 万振宗的规矩在这里 十件炼阵法宝奖励 难道因为冠军不是你万振宗的人 就可以耍赖 我只问一句 是不是你伤了心啊 阵法之笔本就凶险 你该知道 阵法一旦运转开 不是谁都可以停下的 气不如人 现在连承诺的奖励 也要不对现了吗 我废了你 阵渊 不得无礼 玄公子 我会安排人去带你取那十件阵法宝贝 只是现如今 我万振宗有要事要做 就不招待了 喲 穆大师 看来似乎心情很不好啊 我在替你师尊好好多看一集 或许他老人家以后 就没机会再见了 或许他老人家以后 你们悬空山记住 有种善往沐云的人 就要有付出代价的权物 一个都不会放 好 穆玉 你很好 我记住你了 这最好记住 否则恐怕你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哼 鲜儿 鲜儿 是鲜骨 是鲜骨 是星谷 没有东方十万大山内的巫族 才能够炼制 怎会出现在这里 悬空山在整个三千小世界 都是霸主 有时星谷 不足为奇 万宗主 还请麻烦准备这几位灵药 吞星谷 百库藤 五阶圣兽落地实施的兽盒 以及九瓣花莲 九瓣花莲 这东西缠自十万大山内的巫族 只是近百年来 九瓣花莲在巫族内销声匿迹 恐怕难以找寻啊 天丹宗可还有其他方法 万宗主说得不错 恐怕得另寻他法 即刻给我放出消息 宣赏千亿上品灵精 十日内送来九瓣花莲 我现在立马让纵门之人将消息散布出去 万宗主 星儿我先带走了 不在我身边我不放心 一旦有人送来九瓣花莲 请立刻通知我 好 陈云 你通知万厉长老 随沐云一同前去 保护星儿 防止有人别有用心 是 万宗主 老夫也去找一些关系 询问一下 先告辞了 这个沐云 白天还和我斗嘴 晚上就急着四处买九瓣花莲去救命 我只不过是掠尸小技 他就像热锅上的蚂一样 玄凶思虑周全 小妹佩服 千月 此次也算是给你们懒金楼报仇了 我玄无心拍卖花费的 我会让他一口一口给我吐出来 我要让这小子给我下跪 像狗样求饶 小妹在这里 攻注玄修 大功告成 那是自愿 十天时间我就熬一熬木云 让他知道 得罪我玄无心的下场 银哥 消息已经放出去了 你也别太着急了 嗯 是我答应了 才让玄无心有机可乘 我会让他付出代价的 等着不 玄无心 银哥 兴儿 坚持住 十日内必能救你 沐云 老少主 是否是得到九半花莲的消息了 没有 不过 有一人说要来见你 说他有办法治好王心雅 你是谁 你好 我叫乌宇 幸会了 穆大师 你有办法治好心啊 是 不过 我有要求 我要龙林 没错 你需要救人 我也需要龙林救人 吴先生 请你马上救人 龙林给你 穆大师如此爽快 我立即为尊夫人驱骨 请您放心 走吧 马上开始 这是试心骨 中域内 居然有人拥有试心骨 此毒 可有发解 有 以身阳骨 这乌语 是乌祖之人 试心骨 乃是骨虫攀附在人心之上 影响舞者血脉流动 我这只 是母虫 能够克制它体内的尸心骨 你只需要给它炼制几枚 调理身体的丹药 相信它过不了多久 就会康复 穆大师 信不辱命 吴先生 万分感谢 龙林确实可以救人性 但极难两化 除非掌控天火 吴先生 如需帮助 请来找我 多谢 我有办法 星儿已经没事了 那个人肯定还会回来找我的 现在好准的消息 先别放出去 我来处理 木云 玄乌星来了 看来是给你送药材来了 送药材 这蠢货 我看他耍什么花招 木大师 听说这十天找药 可是好找啊 我 沐云 你怎么跟没事人一样 那你觉得我该有什么事呢 无心大师 那个小丫头不会撑不住死吧 不应该啊 这屋里的布置也不像啊 肯定是装的 木大师就不要假装镇定了 我今天来呢 是听闻木大师在求购酒瓣花莲 刚好我这里有 不知道木大师是否要买啊 什么 你有 没错 你看好了 这就是酒瓣花莲 两千亿善品灵精 我买了 不不不 我是卖家 我来做主才对呀 木鱼 你不是口口声声说 与悬空山为敌吗 那今日 你想要这酒瓣花莲 你给我跪下 磕三个响头 并且严明 再不敢与悬空山为敌 玄雾心 你别太过分了 两千亿善品灵精 我可以给你 可是下跪 做梦 真不贵 极无可能 木鱼 这是下跪 却能够换回你的心儿一命 贵吧 让我下跪 玄雾心 你想多了 倒是很硬气啊 你当真不下跪 你确定吗 木云 住手 木鱼 你可想好了 这可是第九天了 王兴雅可撑不下去了 这花瓣最后一半 你不要 王兴雅可就死定了 住手 别毁了 可我还是不愿意啊 好 你很好 既然你不愿意 那我就不抢破你了 木云 你守着自己那可怜的尊严 就亲眼看着你在意的人 死在你面前吧 你们在吵什么 鲜儿 你怎么醒了 这 不可能 他怎么可能不需要九瓣花莲 那 那明明是世心谷 没有九瓣花莲能够解开 你怎么可能治好了 哦 原来玄公子知道是世心谷 我很纳闷 朕发鄙视 怎么会出现世心谷这种谷虫呢 木云 你阴我 你故意的 你故意阴我 某些人 两千亿尚品灵金没收回来 连九瓣花莲这等奇药都亲手毁了 要是我呀 真得一头撞死 木云 你阴我 我要杀了你 阴你 老子就说你是个蠢货 还不信 糗半花莲你留着给自己不顾脑吧 你 你给老子死 原无形 你够了 万臣宗宗主 你也要管我雄空山的事 雄空山当真是越来越放肆 我万臣宗的核心弟子也敢下黑手 今时我就代替你们天主玄天教训教训你 教训我 你凭什么教训我 我今天就算是教训你了 玄天的老东西能把我如何 我不好话了是吗 是不是还在骂我 老父近日就让你知道 什么叫尊敬长辈 万宗主 何必如此动怒 玄宇德 好好管好你悬空山的后背 我万道夫的弟子差点被害了 我可不会忍气吞声 抱 抱 抱歉 五星是骄傲了一些 我一定带回去严加管教 玄天长老 我不服 不服什么不服 动服我会去打倒你服 走走走 好了师尊 我现在没事了 不生气了 您看 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你小子锋芒太盛 还是太年轻 地方惹出大祸 除非你能够将血蒙 发展成万阵踪的阵势 万老 我这是年轻人的朝气蓬勃 再说了 万阵踪很难超越吗 有魄力是好事 好了 让心雅好好休息 我还得回宗门 处理朕道比试之后的一些事情 你这师尊 还真是有点意思 看来对你是真心护着 那是自然 师尊带我可好了 把我当女儿一样 而且 三十三天摆阵图 我都给师尊一一讲明了 只是他没办法领悟 所以他根本不会图我什么的 那样就最好 墨月你小子今天可真坏啊 玄武星应该给你颁个演技炸烈奖 他想演 我就陪他演呗 我哪坏了 你问问他们我坏吗 我可都是竭尽全力的 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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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流氓 我是冤枉 你跟金金格格付出 腰酸背疼 还有被险击花样不够多 太大 好了好了 不闹了 这是别人的地盘 等回陆昏岛 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馨儿 回去你和我一起布置血膜的防御阵法 这就要准备走了吗 这几天梦瑶带咱们的人 尽快恢复到巅峰状态 然后就回了魂岛 估计路上还有有趣的事 此次你回到南边 先走路道 再走海道 此次行程 我让冷剑先生陪同你 算是保证一些行程的安全 路上若是出事 冷剑先生也能照顾一二 保住这份心意 沐云记下来 你小子 记得常回来玩玩哦 我随时欢迎 馨儿啊 我让你三爷爷与你同去 什么时候回来 通知师尊一声 师尊 馨儿也舍不得您 你放心 云哥哥会保护我的 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有什么事就非信通知师尊 师尊为你做主 万老 您这是嫁女孩啊 放心 沐云者有苦气在 就不会让人欺负心了 走了 萌儿 此行一去 随沐大师专心学习练气 尊师重道 不在乎年纪的 懂吗 爷爷放心 孩儿明白 乌颜儿 一定要听沐云的 明白吗 我会的 对于她是有让我听她行事的资格 好 好 目标落魂岛 出发 可恶 沐云实在是可恶 我要杀了她杀了她 吴兴冷静一下 此次 吉武圣亲自来了 圣叔叔 圣叔叔来了 那此事就好办了 吉武圣 身为我悬空山四大护法之一 此次来 专门牵制住沐云身边那名夜秋 此外 还有我悬空山十位核心长老被派出 沐云此次 必死无疑 好 我要她立刻死 莫盟主 请走到这一片海域 距离洛魂岛 已经只有一天的行程了 好 继续观色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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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直接带我们玉空飞行过去不就成了吗 还做什么破船啊 不 你呀 一点情趣都没有 是单身狗吧 玉空飞行哪有坐船浪漫啊 晃啊晃啊的 世尊 请有午饭 不 不 呃 叶秋 这炖炖鱼汤 世尊没在坐月子呀 我 你 我 呃 是沙阵 终于可以糊涂糊涂筋骨了 我才要看看 他们多大阵长欢迎我 沐云 你跑不掉了 你以为仅仅是我悬空山 想要治女死地吗 睁大你的勾眼看看 看清楚多少人想让你死 韩云长老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蓬瑶 跟我回九汉天宫 只要沐云交出一片龙鳞给我 我可以放过他一命 而且韩天宇的死 九汉天宫也可以不计较 韩天宇是自己找死 若他不想杀云哥 云哥不会对他出手 公主呢 我要见公主 三叔 你是朱家三爷 怎么也和玄公山同流合物啊 雅辉 你悲昏数十年 外面的世界早已经是变了 希望你别恨天生说 沐云 你看看 你是多么招恨啊 我只是说联手杀你 朱家九汉天宫 林家金家石家 各个势力不请自来 你的命 很多人想要了 好啊 没想到这么多人想杀我 沐云 我倒是没想到你会了 我是该喊你云儿 还是少圣女 我还是喜欢你喊我云儿 云儿姐 这个时候 不是和云哥如此情意绵绵之事吧 悬空山掳走我悬月圣地弟子 进行你们血池计划 还是要给我玄月圣地一个交代才对 好啊 如此冰清玉节的圣女 嫁给我玄无心 玄空山和玄月圣地便是百年交好 自然不存在我玄空山 奴走你玄月圣地圣女之事 狂妄 这两人交给我 这两人交给我 石卫长老 沐云子子对我玄空山心思歹毒 其心可助 劳烦石卫长老 动手杀了他 交给我们 轩无仙 我们来一场真正的交战吧 你敢啊 凭你也配合师尊交手 叶秋 许久不见 集武圣 叶秋 你如同万年前一般 还是没变 你老了很多 万年前我不如你 还是靠师尊他们 给我出手掌礼 可现在是万年后 集武圣 你该死 玄空山的人 都该死的 愚蠢 血尊者何其强大 我们如何杀得了他 只能说你所知道的 还是太少了 听你们怎么杀得了血尊者 是万千大世界出手的吗 是谁呢 九云仙门 还是三十三天剑门 莫云 万年前的云尊者 到底与你有什么关系 你怎么可能知道 万千大世界的九云仙门 和三十三天剑门 我告诉你 你敢信吗 我就是万年前的沐云 打在玄空山和狗一样的沐云 沐云 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子吗 你是曾经的云尊者 那你一身实力呢 纵然你千变万化 但你的灵魂本质不可能变 而且 我不怕告诉你 万千大世界的沐云 昔日那位高傲的云尊者 创立云某人可是适才熬物 早已经被众能派围攻斩杀了 那个人 彻底死了 不过那个人死了 你极有可能是获得了他的传承 才能一步步走到今日 所以 你也必须要死 无论如何 玄空山 是不会给自己留下任何祸端的 你细细猜 当年若不是心软 没有覆灭玄空山 我估计他也不会死 别骄互 动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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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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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死甚好 莫云 玄空山一只白云女 昔日云尊者关系肥浅 今日我就抓了你 呃 呃 主神仙剑 开云道 莫云 死在你自己的武器之下吧 路我死 苦海天尊的苦情剑 赫赫有名的徐仙剑 怎么会流落到你手中 难道你进入了苦海 传闻苦海天尊留下传承 在苦海之中 世人都只知道 苦海在南边海域内 可是却不知道在哪里 既然如此 那莫云 今日必须跟我走了 你 你不用走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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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恶 这家伙 线术竟然如此强 足以弥补我们修为的差距 是你逼我的 潘天晶 今日就让你看看 潘天晶的厉害之处 潘天晶 右转星移 这空间被扭曲了 师尊小心 这潘天晶是什么东西 杀 怎么可能 潘天晶是玄空山的无上秘法 独转星移 能够让沐云在一片空间内 迷失自我的方向感 他的感知应该已经错落了 怎么会 这一事还是境界太低 不过领悟了机灭剑心 还不错 别装大尾的狼了 拿命来 潘天晶 潘开天地 空间法的直立 算是像 茗天晶 快把 说 对 着 满 成 我 凭你现在的境界 空间之力发挥不了几场 白白浪费此神通 来吧 你敢过来 至少得留下一条手臂 有名鬼找 汉天晶 吞噬 你这算什么 老痒痒吗 无相鬼手 给我吞 大王背鬼音 怎么回事 汉天晶居然能吸收神通 好了 不逗你玩了 可恶 盘开天地这一时 施展起来本就少一些勉强 汉天晶构造的这一片空间 将沐鱼的攻击尽数落罩在空间之内 现在 已经有些顶不住了 不吸了 继续吸啊 你以为我会怕你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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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不下了 有没有感觉胀胀的 这是要包 你去死 撑不住了 我玄虎山的弟子 各个都是万里挑衣 玄虎山的厉害 你怎会知道 这是 兽数妖魂 我玄虎山的血石计划 并不是完全失败 也有成功的 我玄无心 就是其中之一 母云 我玄无心凭借自己的天赋 将其间胜受三角兄灵的三只鸡脚 与自己的身体柔和 今日 我说你必死 就是必死 人母鬼样的还沾沾自喜 物者修炼血脉是激发自身血脉的钱 强救人和神兽精血 最终就是半人半畜生 什么血脉来获得强大实力 只要任后实力强健 还用技巧这些 有趣 连畜生了还这么开心 没有错语对 只有活着和死亡 叫你命 为什么三角兄灵对你 居然是产生了一丝恐惧 牧云 你的体内藏着什么东西 应该是我体内的龙血 胜兽对神兽 本能上就会恐惧 怎么回事 混账 给我攻击 给我攻击他呀 去呀 去呀 玄武仙 你这羊不行啊 可恶 你们怎么 给我攻击他呀 你们怎么回事 这可真是给玄空山张脸啊 你 你 白菊 护我 杀他可以 玄师兄 还请虚仙器借我一用 不要杀了他 我要留着他的命 慢慢折磨 没问题 你 玄师兄 这么好的须仙丹 你吃了可就浪费了 白菊 你 你 你这人 做事没什么成功 活着也是浪费玄空山资源 不如 我来做玄空山的首席弟子 你安心去死就行了 如何 玄师兄 玄师兄 大事不好 玄师兄被沐云杀了 白菊 玩得挺幼儿 玄无心太蠢 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一刀一剑一丹 现如今都归我了 要不你击伤我吧 我正好有理由吞下这枚西仙丹 天初也不会怪罪 哼 好啊 你别击伤了 索性我送你去见你玄师兄兄 无妨 你杀不了我的 沐云 你最好对我狠心 否则 我是没办法回去交差的 疼 爽 不够 还不够 杀了我 快 我还要更多 可惜 我去东西 去死吧 沐云 沐云 你可知道 我天音玄蛇一族 一生必须经过一次生死之变 多谢你啊 现在 我的生死之变已成 再有危机 果然你是天音玄蛇 果然你是天音玄蛇 多亏你 我服下了白鞘一元丹 我的修为又能精进了 虚仙丹 虚仙丹你是消化了 这刀剑我就留下了 你做梦 我看 你才是做梦 天音玄蛇 我当年收服你之时 也知会有今天 你够狡诈 可是你毕竟还是在我的旗内 天音玄蛇 小舌头 我当年收服你的时候 便是算计好一切 这徐仙丹 凭你也配服下 王徒登顶圣兽 成就神兽 你想得太幼稚了 白鞘 你是个屁股 有时候 要实现自己的目的 光靠强大的力量还不够 他要有脑子 哼 以天音玄蛇来完成自己的技术 你倒是很聪明的一个小家伙 神刚刚 不 你不可能这么想 哼 谁说我不是 这只能说明 你对之前的我 知道的实在是太少了 你一直在隐藏 你只需要知道 你该死就行了 可惜招牢救命 好强 一招击退雨仙剑八重了 这人刚刚藏得挺深啊 懒得管你们了 你再不出来 我可走了 你们到底是谁 人间多事有情苦 无情更似苦情思 苦天殿 慕公子 圣主让我转告慕公子 如果有时间 他会去找你 没问题 今日 算是见面礼 此人 我就帮慕公子料理了 喜悟圣护法 救命啊 吴天殿 该停手了吧 人刚刚 毕竟他是玄空山的弟子 玄无心已死 你苦天殿该收手了吧 老祖宗 小兔崽子 你还知道我是你老祖宗 滚一遍 玄空山四大护法 来了一个吉武圣 已经是让我很惊讶了 居然又来了一个白无双 是 苦天殿 你们居然还留存于此劫 也是奇迹 不过 妄图和玄空山为敌 我劝你们还是歇一歇吧 吉武圣 下来吧 白无双 你来做什么 世尊 秋儿 陪为师看信 占我奉陪 挺你随意 我相信玄空山的各位 比我们更不会算计其中利弊 哼 我玄空山两大护法出动 你们莫不是以为能打赢我们不成 杀我玄空山天才 就是与我玄空山势不量力 屎 乌星 乌星 巫星 你在哪儿 你出来啊 沐云 我要你死 你 宇德长老 停吧 可是巫星他 宇德长老 死了的天才 就不再是天才 玄无心雨仙净七宠 居然连沐云都杀不死 要他这废物何用 我 难道就这么算了 季武兽 古天殿都来了两位了 逃不了什么好了 叶秋 你比万年前强多了 想来 你二位师尊知道了 肯定也瞑目了 不过下次 你就没这么好运了 老祖宗 这可是最好的机会啊 你别废话 下次见面 必杀你 沐云 沐云 你和云尊者撇不开关系 凭这点 玄公山就不会放过你 各位 各位 撤 我等着你了 二位 多谢了 客气了 我二人只是奉命行事罢了 你不用想了 日后你自会知道他是谁 事已完结 我两人就告辞了 叶秋 这二人 你敢如何 实力强悍 徒儿摸不透 莲儿 多谢了 你还是要与我如此身份 那倒不是与你身份 只是 你毕竟代表玄约胜帝嘛 你放心 等我血蒙事情安排妥当 我会亲自与你们圣女商议 让你跟我走 傻瓜 哭什么 我沐云的女人 我都要护着 看来 我们来得不是时候了 不 你们来得正是时候 行了行了 待会我人要没了 沐盟主 此间事了 我等需要回到玄约圣地 所以就此告辞了 嗯 今日多谢袁盛世 几声 出发吧 盟主 盟主 盟主回来了 朱镇老 咱们血蒙如今建设的如何呀 哈哈 您可不知道 离开的这段时间内 咱们血蒙可是出了名了 您在天丹宗和气局们的比试之中的优异表现 明镇三千小时剑 炼丹师 炼器师和武者 纷纷前来投靠啊 盟主 请看 这是血蒙大门 大门左边进来 是东鸣长老负责的丹阁 负责整个血蒙的炼丹制药 与丹阁相挨着的 就是和焰长老负责的气格 负责所有武器炼制 右手边是一片炼武场 容纳我血蒙弟子武修之道 日后可以在上面建设练工坊 挨着练武场的就是震道阁 震道阁这一点 欣雅小姐比较熟练 不过老夫最在意的 还是如何为血蒙容纳更多的人 此血蒙大殿是盟主商谈要事的地方 盟主起居则是在大殿后方 而血蒙众多成员的居住所在地 正在建设中 建成后要挥一红大气 让七十二岛屿 不对 三千小世界都眼红 但是 盟主 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没钱 这里两千亿 你先拿着用 不过天宝阁还有一千亿 你派人取来 这下有钱了呀 不用省 洛魂岛是我们血蒙根本 必须同奖铁壁 这里可以先用孝月殿替代 对啊 至于那些投靠而来的人 一一查询 保证没有一个间隙 但凡是有一点可疑身份的 全部留在血蒙外围 留在观察 明白 洛魂岛四周都是海域 不可谁属性大阵 会有责福 云哥 你是要给洛魂岛 设立阵法了吗 嗯 不可学名诸仙阵法 我的阵法之道还不错的哦 雪明诸仙阵 此乃上古阵法 若是阵程 一定震惊三千小世界 一个宗门的护宗大阵 非一招以戏能不成 雪明诸仙阵也动玄武之力准防御 是否合适还未知 云哥别着急 我会竭尽全力帮助云哥的 罢了罢了 我找找感觉 自此后 三千小世界格局初步形成 我血蒙与天宝阁合作 压制住懒星楼与暗眼阁上茂往来 在七十二岛雨中折服 让所有人都忘记 血蒙的存在 可是又不得不时时刻刻想起血蒙 大家度过了和平的五年 那时尊全力iving 家尊全力哪 凉退 驱除灾恶 师父 师娘说 说了她呀 她说 要生了 牧羊要生了 师父 你误会了 是师娘说要灵石 说最近花费太多灵石 巩固护宗大阵 这种小事以后别来烦我 师娘不是怀着孕吗 她说整个血盟就你最闲 让我来找你 你小子 我走了 师父 孟妖怀孕三年 肚子根本没变化 怀条龙也敢生了 沐盟主 几年不见 你这血盟好气派啊 沐盟主 几年不见 你这血盟好气派啊 宝灵儿 好久不见了 沐云 这五年来多亏天宝阁的帮助 虽然咱们多次在商贸上往来 但你宝灵儿来了 就可以把我这血盟当自己嫁一样 唉 恐怕没那么好吧 沐盟主啊 你的血盟这五年来 可是将南边海域七十二岛屿的生意 全部拦下了 现在我天宝阁在七十二岛屿 是完全做不下去了呀 我们准备撤离七十二岛屿了 撤离 唉 血盟虽然抢了天宝阁一点生意 但是比曾经被懒金楼暗影阁抢的生意 实在不值一提 如今七十二岛屿由血盟掌握 咱们的合作只会更上一层楼 是不是懒金楼和暗影阁那边 对你们出手了 你果然聪明 最近懒金楼和暗影阁 准备对我天宝阁在十万大山内的孤族生意 动手脚 所以我这次前来 一是道别 二是求援 说吧 要我怎么帮 我可不擅长打打杀杀 现在你血盟的金字招牌 在各处都很受欢迎 所以我需要你 把我制备一批优良的丹药和神兵 带到十万大山内 这样在博弈之中 我天宝阁便是能够占据上司 没问题 你还是那么痛快 对了 孟瑶怀孕都三年了 还没动静啊 这孩子挺倔强 就是不敢出来 咬尔 这么冷 我儿子不会感冒吧 我儿子不会感冒吧 咬尔